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不会判断我们的车机掌握不好车身车机的朋友 大有人在 新手朋友开车在过现款时容易发生寡猜 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掌握不好我们的左右车机 另一个是判断不好前方路面的宽度 不知道我们的车能否安全的通过 不可能说我们开车上路每次遇到这种窄一点路 我们就下车 像车哥一样用钢剪持量一下咱们的车机 量着宽 那么我们能过窄 我们就不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坐在车内准确判断前面占物宽断的技巧 只要掌握了以后我们才能安全通过 不挂菜 新手掌握左右车机的方法 我们上期视频有说过 怎么找咱们的这两个安全点 我们也说过 大家只要按照我们上期视频说的话 准确掌握我们的左右安全点以后 那么我们只要掌握好了左右车机 再来过现款的时候 我们只要学会探前面线的距离就可以 探线宽的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把我们的车身顺正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安全点找出来了 其实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安全点切量路 就可以确定能不能通过 来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的这个引擎盖和前方道路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 咱们可以看呀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头和前方障碍距离至少还有三米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打轮 要 这个时候我们要错轮 要打轮 还有机会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确定前方道路的宽度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左右车身安全点的这两个点来对比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尺子 我们的车身就是这么宽 从这个点来到这里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宽度 以后我们量这里咱们可以看一下 一样 那么说明我们的车能安全通过 如果量右边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也能安全通过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两个安全点当作一把尺子 我们就能清楚的量出咱们的这个道路宽度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安全点右侧搞出来了 左侧搞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方向盘回正往前开 是不是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 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一段车身是不会刮蹭到咱们的马路压子的 大家可以放心 大胆的开 我说大家好 希望咱们的这个方法 进行开车上路有一点点帮助 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